好 剛剛孫老師講 如果真的太陽風暴來的話 端杯酒 欣賞極光 我覺得那可能是搞天文的人 到最後都有這種豁達的心 因為跟整個浩瀚的宇宙比起來 人類真的是太渺小 所以心境可能會比較開闊 但是我們還是要問一些問題 月球有一個阿姆斯狀 燈路過 太陽有個S狀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S狀跟阿姆斯狀一點關係都沒有 為什麼你們腳本這樣寫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在太陽表面 爆發無時無刻不再爆發 但是這種爆發呢 你可以看得到多半來自這些活躍區 那很多時候像這個巨大的閃焰 產生的爆發 那這是不同的波段所看到的 這是為什麼我們常常講叫S狀 或者是說不同形狀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地方 其實就是磁場扭曲得很厲害的地方 我們現在看到太陽黑子 為什麼太陽黑子是黑的 就是因為它表面磁場非常強烈 那磁場強烈 磁場又是學測題目了 磁場可以固定物質 不讓物質運動 那太陽表面就像一鍋滾開的開水一樣 那本來是要靠對流把熱量帶上來的 磁場可以固定物質 對 這是真理對不對 對磁力線穿過物質 難怪有些人遇到另外一個人的磁場 他就沒辦法動了 好 我們就 這是另外一堂課的內容 對不對 男女見面就有人那個磁場特別強烈 讓另外一個無法動彈 原來磁場可以固定物質 我沒有想到今天給你的理論 提供這麼好的科學證據 是 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有磁場的關係 所以表面的物質運動沒有辦法那麼頻繁 這是為什麼它表面溫度就比較低了 我們看到黑磁溫度比較低 就是因為磁場扭曲的關係 換了不同的波段 你會看到S型的活躍區出現了 那常常就是因為磁場扭曲 能量阻塞了以後 後來發生大的爆炸 爆炸 磁爆 對 這樣來的 所以恐怖的地方在這裡 OK 那問一下這個劉社長 這個聽說中國歷史上 也有太陽風暴的紀錄 很多 其實在中國 我們知道西洋寺切里列在1610 發明望遠鏡以後 才慢慢可以發現到所謂的太陽黑子 那中國比較早期的紀錄 是在周易裡面就有紀錄了 三四千年前 周易裡面有提到說日中有斗 日中有末 其實斗跟末 其實就是一種黑影的一種現象 那比較明顯的是淮蘭子 淮蘭子是公元前140年西漢的時候 它有提到說日中有春鳥 那什麼叫春鳥 其實春鳥就是說一種山族的鳥 有的講說日中有金烏 黑色那個烏鴉 剛才那個孫老師有秀那個太陽 那個黑子的圖片 中間那一點 因為黑子有時候是一個出現 有時候成群的 那一塊出現的時候那個影像 就個人看個人解讀 那中國早期會跟他說大爐彈丸 或者大爐銅錢 那個人比較小的時候 那比較大整條出來的時候 他們說那像烏鴉一樣像金烏 那在中國的考古證據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漢朝那個馬王堆 馬王堆出土那個薄化 那個薄化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漢朝非常有名的那個薄化 很有價值連成的這個 太陽裡面有一隻烏鴉 有一隻烏鴉 這就是日中有金烏的一個證據 證據 然後像淮南寺裡面還有提說 夜中有殘除 那這個夜中你看它這一邊 夜量這邊就裡面有一隻殘除在 所以它是有一個考古證據可以支撐 我以前是教中文的 那我從來不覺得我需要有一些天文知識 可是問題是我要解釋那個中文的時候 我覺得要必須去找它的這個天文知識 然後要解釋對句 反正那個我覺得很麻煩那樣子 後來發現其實中國古典很多跟天文是有關的這個記載 文學裡面到處都是 您剛剛講的是古詩裡面的人生不相見動如生與傷 甚至你看老殘有記 老殘看到了斗標冬指 斗標就是背斗七星的後面的三顆星 你如果在晚上十點鐘看冬指的話 就是一年將近冬至春來的時候 他覺得一事無成 一年又過了 眼淚流下來變成冰柱了 這是裡面非常非常具象的一個影像 所以其實文學裡面到處都是天文的描述 所以不是只有中文 不是只有理工科 大家都應該有點天文知識 可是美人我倒想提一下 我倒不希望說我們給大家一個印象 覺得太陽周期到極大期或者黑子多了 就是災難 黑子少了沒有黑子 一樣也是災難 是啊 也不遠 就在過去的三四百年以前 也就在如果看這張圖的話 大概在1630年到1720年左右 那一段時間太陽表面完全沒有黑子 在這段階段 將近八九十年的時間 太陽表面完全沒有黑子 這不是天下太平嗎 地球經歷了一次小冰河期 太冷了 太冷 太冷 所以太陽對地球的影響 真的是非常非常氣息 沒有黑子會變成冰河期 也就是說 黑子會跟我們的氣候是有相關的 哲青是這樣嗎 對 因為我先跟老師報告一下 因為我是學歷史的 所以以前我們在輪大的時候 我們有三位堂課 叫中世紀溫暖期 那美國的學者跟英國的學者 他們做一個研究 就是說把太陽黑子的活動 跟冰河期 還有跟中世紀溫暖期的 做一個比較 然後他們用來解釋說 歷史上有一些文明的盛衰 例如說我們大家知道的吳哥窟 大概是900年前 那它是因為太陽黑子的活躍 所以它造成了局部地區 時空那種水資源分佈不均勻 所以他們就完全要脫離原來的生活型態 瑪雅跟吳哥窟 在同一個時代被消滅掉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講的那種蒼蒼 就這樣子 這個是在海邊的 這是海邊 這是在秘魯旁邊 它原來它是一個靠季風的魚 他們有做很多那種出水池 可是到了大概在中世紀溫暖期的時候 太陽黑子比較活躍的時候 然後就怎麼樣 就進入了那種乾旱 結果後來他們發現 他們在紅寶洋流裡面穿不到魚 然後鳥也不來 他們專門吃鳥的蛋 在海邊去那種信天翁 所以後來他們整個民族就營養不良 結果後來他們被印加滅掉了 這是在500年前發生的事情 然後後來到1600年到1700年這段時間 它剛好是歐洲的那個宗教戰爭 30年之後1618年到1648年 那這30年的戰爭 剛好歐洲都是乾旱 就是乾旱 然後它又冷 又冷 所以它就剛好印證了 剛好孫老師講的 就是剛好這中間這90年的時間 近90年的時間 是屬於太陽黑子沒有活躍的時候 所以無論是活躍 中世紀溫暖期 或是沒有活躍 進入小冰河期 然後包括還有一段時間 就是在19世紀初的時候 愛爾蘭它有發生的那種饑荒 餓死了250萬人 那時候也非常冷 所以後來不是有一個大移民草 到紐約去嗎 對 結果紐約不是有一個饑荒紀念館 然後它裡面賣的漢堡 是整個紐約最便宜的 他們說要紀念這些餓死的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那邊吃很飽 他們在那邊門口寫的 所以大家去那邊吃 那最主要就是當時的那個冷 歐洲冷到的天 馬鈴薯都沒有辦法發芽 所以這也是跟太陽黑子有關係 對啊 不過我們今天非常難得 我們請到專家 然後也請到這麼多 這個幫我們做充分準備的這個名嘴們 但是 可是我覺得可能要關心一下 這個氣候的變化 尤其不是2013年的氣候變化 是今年已經有這個影響了 我們來看一下 在中國的這個華南華東地區的這個大水災 滾滾洪水從四面八方湧進來 橋塌了 路也毀了 這三個人被洪水圍困 眼看就要滅頂了 好險這棵大樹救了他們 三個人死命拉住樹枝等待救援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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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 往那邊口 往那邊口 拐個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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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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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援人員成功把一名富人給救上來 還有兩名男子掛在樹上 他們已經泡在水裡 一個多小時 快要沒有力氣 出水 還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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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去這三個 大雨已經在大陸南方九個省 造成嚴重災情 尤其是江西 湖南還有福建 幾乎全部泡在水裡 連高速公路都被雨給沖毀 這水災太驚人 截至目前為止 已經有超過一千萬人受災 一百三十二個人死亡 經濟損失達到一百四十五億人民幣 超過台幣七百億元 好 我們來請新平兄看一下 這個世界各地氣候異常 五月份世界上就有超過十五個國家 遭到暴雨襲擊 造成五百個人死亡 這是全世界 現在水深火熱的狀況 咖啡色的 褐色的就是水深 紫色的就是火熱 全世界都在水深火熱 我們先看看跟我們關係比較密切的中國 這個是二十二號聯合報 大家看看 湖南暴雨頻率創三百年的紀錄 現在都不是什麼五十年 一百年的 都是三百年紀錄 然後華南十省 下不停 受災人口 兩千五百七十五萬人 死了多少人 死了一百七十五萬人 一百零七人失蹤 也就是將近三百人 兩千七百多萬人是去家園 而且還下不停 是 所以十省不只是南部了 整個華南地區 整個下不停 這巴西不要講 巴西四月的時候 就已經很慘很慘的下過一次 然後現在又下 瓜地馬拉六月二號 六月二號 美國中部 我跟你講 這是有三個州最慘 一個是 奧克拉荷馬州 開設十字跟阿肯社的時候 柯林頓故鄉阿肯社的時候 有一個露營區 兩百多人在露營 我告訴你 土石流下來 整個露營區不見了 那些人有逃出來嗎 沒有 這一次 跟大家的壓力 個人也表示 相對 太理想到 這裡